爭取看看 我今天也没有出国啊 然后也没办法理赔啊 那可是我跟你要退飞 你又不退飞给我 花这个钱然后还要受气 触发英国自由行 预上中转的杜拜机场 大雨淹水停飞 更惨的是 事先投保的旅游不变险 也无法理赔 他并没有写说不包含天灾 我觉得如果他今天不包含天灾的话 应该要写清楚 让大家知道 投诉人原定4月19号晚上11点55分 从桃园机场起飞 在杜拜机场转机后抵达英国 19号当天晚上9点 办理登机时才得知 机场内400多名旅客 无法到杜拜转机 只能另外找其他航空公司订票 不过林贵购买飞往英国的机票 一个人要价7万多 最后只好取消整趟行程 英国饭店费用和看歌剧的门票等等 粗估损失大约台币2万多 而出发前向保险公司购买的旅游不变险 却完全无法理赔 出国保旅游不变险一定很安心 一定可以有保障 遇到这件事情就发现说 其实想要获得理赔没有那么容易 在跟保险公司过程中呢 也受了很多的气 而实际查询旅游不变险合约 关于天灾理赔部分 只有被保险人在国内住处 因为天灾毁损损失金额超过25万 或是目的地发生天灾才可以理赔 而转基地杜败不包含在内 因为杜败可能大部分是转基地 并不是在理赔浇灌里面的出发地跟目的地 其实是有争议的地方 那保护可以是距离力争 保险专家表示 虽然目前各家的旅游不变险 只在出发地和目的地发生天灾 才会理赔 不过因为转基地也是必经路线 条款仍有模糊地带 就看保险公司如何和被保险人协调解决